哎呀妈呀 累死我了 哎呀 今晚的月亮 是真圆呢 是啊 你看这月光下 还有一个大石板子 咱俩就这歇会儿吧 哎 停 啊 温会儿来 坐吧 你说咱们俩演完初 你不回台里好好歇着 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呀 嘉楠 今天是什么日子 八月十五中秋节 它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咱们俩随团演出 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真有一种独在一厢为客 每逢佳节 贝斯钦的感觉呀 你别说了 我都想我妈了 接下来 是由非著名向上演员 王冬冬 为准著名美女魔术师 陈嘉楠小姐 献上的中秋节 特别文演出 小魔术 浪漫的雪花 这就叫美屁咯咯嗓子 王冬冬 不是 我就是本人露怯变的 这我就会博你一笑 你呀 要是真想变魔术 以后啊 我手把手的教你 行了 那我教你说这口令 我嘴对嘴的教 讨厌 真讨厌 太讨厌了 谁上的 妈呀 这是要结婚是咋的呀 就俩人就破坏成这个样的 来哥们脚台来来来 来 哎呀 纸片 来来来 纸画 就差纸人纸马了 怎么呢 八月十五非得当七月十五那么过呀 我跑着上坟来了 你上不上坟我不管 能不能注意点环境 不好意思啊 我是说相声的 你说 就你变魔术也不能这么惑惑呀 你说谁呢 不知道他的吧 你猜对了 那真是个变魔术的呀 哦 练习呢 赶紧上别的练习 不不不不 不是我不能走啊 为啥 我俩离不了这个环境 因为离开这的话 我的小计划就没法实施了 啥计划呀 这不中秋节吗 我俩出对线 就想趁着淡淡的月光 浓浓的香愁 我这先吃月明再喝酒 爱情歌举唱一首 借着酒精亲一口 下流 那叫定定情 定情 对 真行 环境 是 卫生 注意点 好嘞 哎呦我天 啊 今晚的月亮 是真远呢 你看着淡淡的月光 你问我爱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夜深 我的爱夜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那我是不是裹你假牙上了 说什么呢 本姑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方方面面可都是纯天然乌公 嗨的 那你变一个凉叉领导者 金冠加多宝干啥呀 我怕你紧张 哎呦你太细心了 这事第一回都紧张 我先喝一口 灾火 这回醒了 这回抓现醒了 怎么回事 不告你爱护环境 爱护爱护 注意点 注意注意 别祸祸 祸祸祸祸 什么啊 不是不祸祸 那个 我唱歌呢 我这个动作不是表示我潇洒 啊 这个动作就表现潇洒 对 行 你唱 你听 哎呦 当我不存在 东东 要不我们走吧 我觉得这个气氛我很不喜欢 别别别 你别走 你别走 好不容易来一次 这么的 你坐 那个我这回我快点给你唱 行不行 我不耽误时间啊 来爆板那么唱啊 你问我爱你有的声 我爱你有几分 我听着别人 我爱你 我一人呆 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这又怎么解释 自己悟 就好是多磨一波三折呗 我和你们说相声 三番四斗的规律嘛 那早天的大哥 是不是还得上来一次 关他啥事啊 你别说话啊 我就想做个小实验 哎 召唤成功 你什么召不召唤成功的啊 怎么跟你说这瓶啊 这个瓶子是我故意的 我感觉他找你有事了 东东你 不是姑娘啊 哎 你找我有事啊 这咋的了 他唱的不好听 是咋的 一瓶一瓶一瓶往外扔水啊 我都不知道他唱的是啥 你怎么能不知道他唱的是啥呢 我在后面我都听着了 你坐 齐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吗 哥们总看那一句 轻轻的一个吻 哎 哎呦 你吓我一举了你 干啥呢 你这人你给我注意点啊 注意点素质 素质太差了 哎呦 王冬冬 你今天是不是就想让我 咯咯咙咙咙地服从你的安排 不是佳南 我是没有安排 能不能先把这帽子挪了 我看他眼晕 啊 他是怎么回事呢 要不我给你唱个歌啊 你爱咋咋地 行 轻轻轻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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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他没来 行 我再整个一下 轻轻的一个 哇哦 你到底要干啥 哎呦 姑娘 你真是魔术师啊 我说咋一瓶一瓶一瓶往外掏水呢 我刚才看了 你这里啥都有 有昆仑山 贾多宝 六桂府的大珠宝啊 哎呦 太给力了 你要是再不走啊 这里边能掏出手榴弹来 不能吧 来来来 你过来 哎 干啥 你到底想咋的 我咋 你还能不能让我把我的初吻献出去了 你献不献初吻我不管 关键 对象是这搞的 买他 你说谁买他呢 我挺好挺单纯的一个恋爱 我怎么就买他了 信不信我给你变美了 来 变哪去啊 你怎么 不买的 谁撇的纸片子 谁掏的水瓶子 那我撇纸片子 为了不是轰臭浪漫的戏风 我想亲他一下 那我掏水瓶子 不就是为了矜持一下 不让他亲吗 没毛病啊 人家矜持一下 不让你亲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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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亲啥呀 那我都跟他出俩约了 我亲他一下不也正常吗 也没毛病啊 出俩约亲你一下 很正常的事 我就是一辈子不让他亲 他也不能亲呢 说得对呀 一辈子不让你亲 姑娘 不能不让亲呢 我就是觉得 今天气氛怪怪的 好像被人下套了 你怎么能被人下套了 欲速则不达吗 那是因为我的热情 嘿 他就像一把虎 嘿 燃烧了整个什么汤 那这骨子热情 也太唐吐多余 只愣八乔 那谁唐吐多余 多余只愣八乔呗 漂亮 这球踢得太意外了 闷得我脸麻酥酥的 矜持 浪漫 耍酷 没时间 证明你有钱 任性 等等等等 难道这些就是你们为了 破坏环境找的借口吗 人要是浪 干什么都慢 人要是金 不掏水瓶子也能吃 就不能谈一场 无噪音 无污染 纯天然的爱情吗 咋谈呢 在这儿就能谈呢 我们这个公园 方方面面的设置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就好像这棵大柳树 柳桥子为什么这么长 方便姑娘往后藏 摇摇晃晃影一画 改帅的帅 改亮的亮 还有这儿 这些小石子 这都是我们隔三差五从水里面捞出来精心摆好的 它主要表现了男人的 肖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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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和女人的扭面 还有这儿 支愣巴翘的小石头 为啥干巴巴的摆在这儿 我们不是没有钱修桥 我们有的是经费 但是我们就不得 因为踩着他过河 才能体现出同甘共苦的人生路 还有这儿 这是我们整个公园最黑暗的地方 也是最受欢迎的地方 每个男孩带女孩来到这儿 都会伸出他的手 这个时候 有80%的女孩会说 我怕我怕 还有20%的女孩会说 大好大好 那么 我就想告诉那20%的行李 你们提速了 还有这个常译 我们为什么用石头做 因为白天它可以充分地吸收太阳的光和热 现在你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个小火炕 你可以做 也可以躺 如果短 还可以加长 你要的浪漫 你要的矜持 大自然都给你们了 你不会玩啊 慌了 我按你刚才说的 就纯天然的 我走一圈 我就能争取主动权 跟他磨磨打呀 他完全可以逆袭你 真的假的 不许走两步 是 嘉楠 我觉得咱们俩可以体验一下 哦 能看着我不 哎呀 嘉楠 我都找不着你了 你啥时候瞎的呀 你要不算了 咱俩还回去吧 要不然 再待会儿 我应该赞 谢谢你 我应该成为了 我应该赞 你不能给你了 我应该赞 我应该怎么给你了 多cer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